看到三岁男孩的腹肌的确让人惊奇 其实医学界很早就在研究基因对人体的影响 这个英国男孩从董事开始 经常会对身边的人暴力相向 越是亲密的人越是遭殃 本来以为透过药物能缓和他的情绪 但他变本加厉丝毫不受控 您相信吗 最后发现特殊的饮食竟然能改变性情 缓解暴力倾向 儿子拿起打火机试图纵火 妈妈边闪躲边制止 母子俩从房间厨房一路拉扯到了后门 妈妈已经濒临崩溃边缘 痛哭时深每天面临亲身骨肉暴力相向 这个男孩到底怎么了 12岁的克里斯对自己也无能为力 他就像一颗不定时炸弹 一旦发作六亲不认 不止妈妈姐姐两个弟弟如一信念 曾经攻击老师同学克里斯也是学校问题人物 校方逼他退学 转到特殊学校情况不见好转 街坊邻居议论克里斯是被邪灵附身 私底下称他贵娃恰吉 克里斯从小被任务 认为有过动问题 但和一般过动而不同的是 他的身体里潜藏着难以安抚的暴力基因 他总有满满的愤怒需要照人宣泄 越是亲密的人越容易遭殃 两个弟弟遭波及克里斯就像是邪灵附身 已经完全失控 妈妈看到这一幕心寒 没有力气再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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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限成人服用 但为了抑制他的暴力行为 根本别无擦法 全家装满监视器 专业医师给强烈认定剂 但药物只能治标 精神科医师根本束手无策 克里斯身体里的暴力密码 直到他的出现才稍稍和缓 他是安琪拉医师 俨然救星降临 他从克里斯的血液中发现 过多的食品化学添加物 他大胆假设是食物导致这个暴力男孩 亢奋情况陷入失控 不加化学添加物的饮食 让克里斯的发狂频率 从天天发生降到一个月一次 天然食疗 果然神奇地平补了克里斯的愤怒 被称为鬼娃恰吉的克里斯 虽然还是会偶尔发作 但至少找到了化解愤怒的方法 家人计划给他更多的亲情之爱 盼望未来能让他脱胎换骨 解开可怕的暴力之谜 中国古代有无子序一夜兵法变白的传说 而在中国河南也有一个28岁的女子 在生下第一胎之后 变成仿佛80几岁的老太太 瞬间变老的背后 到底藏着什么惊人秘密 由于她皮肤老化太过严重 受伤求助医学整形也根本无济于事 是谁在一夜之间偷走了她的青春 你生完小孩后半年内迅速地衰老 看上去就像六七十岁的老人 各位相信吗 这两张照片其实就是同一个人 她是胡娟 她也是胡娟 原本迎到二十多岁的美丽少妇 怀孕生子后立刻变成老太婆 当时也没放到什么 中原来是幼儿孩子 是自然而然的就会变老 一夜之间她的养分 像是被孩子吸收殆尽 皮肤像脱了水的植物 丈夫差点就认不得她 儿子也不喜欢接近她 怪的是满脸周文的老太太 却有一双纤细的年轻眉腿 有人说她是生孩子以后 得了月子病 月子病要月子治 所以她决定再生一个小孩 但没想到就在胡娟又生了一个女儿之后 老化速度越来越快 完全没有少妇的妩媚 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风霜 和深深的皱纹 这脸上也是往下垂的 在这个地方 她都是从屁股就是往下垂了一样 特别是薄的在一块儿往下垂 我老婆我以前很深的 你笑得咱们咱们这个结果很深 四川曾经有一个案例 一个九岁的女孩为了治病 生吃了八个有细菌的蛇胆 女童急速老化成风烛残烈的老太太 不尊怀疑自己也吃错了东西 四处寻访民医求神问补 但都无功而返 终于冰冰绝望 一路上有雨 哭一天也不滴 就算是为了梦里 我相遇 美女一夜变老人 有人当笑谈认为是时空穿越 但到底胡娟的身体 发生了什么事情 又要如何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 看到她这个模样 又谁会相信她是1985年出生 今年十几年龄才 三十二岁 那种原生看了 但是那种原生绝对不是流产原生 求住屋门胡娟开始找上医美 一次又一次的整形手术 前后十一次 效果却很有限 失望的胡娟 撑不住压力 终于绝望 跟先生提出离婚的要求 逝去的容颜 连整形一一的手术刀也使不上力 胡娟的身体隐藏了什么样的老话密码 没有人知道 因为那个胡娟得这种病啊 叫获得性的皮肤松弛症 特别是她的病因现在还不明 所以呢 对她这种疾病的治疗 就没有更好的办法 全球跟胡娟一样的个案有十几个 因为病因不明无法医治 不明失去的貌美青春 还被现代医疗放弃 胡娟仅仅剩下丈夫无怨无悔的爱 拥抱着这一张一页老话的容颜 老婆 我告诉你 我不会放弃 老婆我爱你 我告诉全世界 这个变老的女人她都是我老婆 我一辈子都不会放弃 永远都是 哇 回家吧 日本和尚可以喝酒吃肉 也可以结婚生子 这些佛教界认为 惊世骇俗的行为 在日本却是语见不鲜 最令人惊奇的是 日本不少女性 争相要嫁给和尚 另外还要带您看 美国这个男子 一口气娶了六个老婆 更离奇的是 老婆当中有姐妹花 还有母女长 母女甚至同时为她 生下孩子 亲族关系 大错乱 别走开 我们稍微回到云端密场 欢迎回到云端密场 日本和尚可以喝酒吃肉 也可以结婚生子 这些佛教界认为 惊世骇俗的行为 在日本却是语见不鲜 和尚结婚后 通常会带着老婆孩子 住在寺庙附近 这样可以就近上班 而且享有高收入 最令人惊奇的是 日本女性真想要嫁给和尚 甚至一年一度 寺庙还会为和尚 举办全美比赛 日本大街上地铁站出口 经常可以看到一个 头戴斗笠 身穿袈裟的脱泊僧人 仔细看 肤色很不一样 半眼斗笠 半遮面 敲破话缘把钱赚 或是有人将钱投入 僧人会敲一下法铃 表示感谢 他是斯科特 来自美国 当他25岁时 四个月大的儿子 在睡梦中猝死 前妻又带女儿离开 他开始思索他的人生 嗨 我们是斯科特 我曾经过20岁的船船 我现在是神仲 在日本僧人是一种职业 诵经念佛法会超度 都有高收入 平时如果没有业务 就会上街化缘 诵经祈福 当作修行 在冰天和晚上 我去做高杀 高杀是 一种参与的一种 我们在祈祷 祈祷 就是 安云新与 人们问我 高杀是什么 他们认为 他们认为 是要收获钱 收获 其实 高杀是 高杀 没有理由 传统观念上 僧侣总是穿袈裟剔光头 不食人间烟火 然而在日本 穿着袈裟的僧人 却可以很不一样 他们能大口喝酒 大口吃肉 更被允许结婚生子 酒色财气 样样都来 真的是美酒穿肠过 我佛心头做 日本的僧侣文化 看起来不协调的还有 每年都会举办时尚秀 僧侣穿着袈裟走踢台 由评委评选出名次 集结特地帅和尚 40名出版美和尚图件 公女性粉丝 追星球开示 森旅酒吧咖啡店的出现 自然也就不会让人意外 昏暗的灯光下 气氛实在很嗨 要不是僧人都穿着袈裟 这里跟一般的夜店 根本没两样 这是日本时下最流行的 僧侄男疗愈之夜 主角就是和尚 台下姓众多数还是 20到30岁的女性 顾名而来 现场有多少日本女性 因为那一席帅到不行的袈裟 显得如痴如醉 从未知信说出口爱的 你却转身跑走了 唯独正是转十一人 跟你一气 日剧张五玩九 男主角饰演 寺庙继承人的 僧侣身份 跟英文老师 谈情又说爱 引发热议 日本僧侣结婚 是正常现象 而和尚 更是很多单身女性 最想讲的对象之一 从日联宗 净土真宗 本院寺等各大寺庙 都为和尚 举办过相亲大会 和尚结婚后 就会把七小 安置在寺庙附近 这样上下班 就方便多了 日本和尚的世俗化 是从明治维新时期 发布了 肉食期待的 解禁命令 允许和尚吃肉 娶老婆 原因是作为僧侣 肉食与结婚 都是自愿的事情 没有必要作为苦行僧 所以多数的日本和尚 可以拥有僧侣以外的 第二份工作 而和尚又被列为 是日本社会的 特殊阶级 所以还可以免税 在大环境 越不景气寺庙的 香火就越旺 而僧人的这个工作 在日本可以前行向佛 也可以多采多姿